追女生做到五个细节 你喜欢的女生肯定会主动跟你汇报日常 甚至比你还主动 看到这儿呢肯定有兄弟说了 我每天虚寒问暖 女生都对我理都不理 我听你讲几句 女生就会主动跟我汇报日常 你别不信 因为我发现很多兄弟呢 为了让双方的关系越来越好 为了让自己呢不那么可有可无 一般会选择两个方式 第一个不断的发消息 给女生送礼物给女生 给女生点外卖 第二选择破罐子破摔爱 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 但这两个选择呢都会让一段关系 变得紧张无比 而聪明点的男生肯定是不会这样做的 今天这条视频呢结合一个案例啊 分享五个细节 保证教会你 前面呢就有一个粉丝他找到我说 除了你好 上个月我和一群朋友聚会 认识了一个女生 比我小两岁 他一开始聊天都会告诉我每天干嘛 会告诉他 后来啊发现他是吃货 但是因为他见面吃饭就被拒绝 自己回家点外卖都不愿意出门 然后最近感觉到越来越冷漠了 我发三四段话 他就回两个字 我真的很想把握这次机会 你能帮我看一看吗 好那这个就是他们的聊天截图 给大家看一看 兄弟说下班后想邀请小姐姐一起吃饭呀 女生说今天不行 我下班回家吃饭 兄弟说哎你都不想见我 女生说说好今天要回家吃饭 兄弟回答哼那你先吃晚点来找你 女生回我吃完饭就洗澡上床了 很累改天再聊 很明显啊 大兄弟想见女生的心情太迫弃了 每句话都是在暴露自己的需求感 给到女生很大的压力 所以呢这个女生宁愿宅在家里 也不愿意出门 那怎么打破这个僵局呢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 之后呢男生回了一个好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 大兄弟看女生不理他 又补了一句 吃完了吗在干嘛呀 女生回了吃完了准备洗澡 男生说那你什么时候想聊天告诉我 过了一会儿啊 女生说好我打下游戏 等一下再说 这些兄弟呢聊天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啊 非常的平淡 甚至呢还会有一点卑微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本质就是单身太久了 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喜欢的女生 就想把这个女生把握住 那不想失去她 但是女生就像是沙子 握得越紧流得越快 我告诉兄弟 主要原因是因为太暴露需求感了 导致所有的选择权都跑到了女生的手里 而好的关系一定是双方平等 互相提供话题和情绪 才能让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好 不然呢就现在这种关系啊 再坚持一段时间 大概率就会让这个女生变得更加冷漠 甚至女生会想要删掉这个兄弟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去改变打法了 优化思路 要趁着这个女生还有回应的时候 打破这种僵局 盗动情绪 让女生多主动分享状态 外面呢结合案例啊 帮这个兄弟分享了一下 靠谱的思路和细节 对屏幕前的你也会有帮助 这里呢我让大兄弟说 我完了 我发现我们每天的聊天都和写日报一样 互相汇报工作 一句话 有趣的把两个人聊天平淡的问题说出来 这里就是第一个细节 用幽默的方式直面问题 反而会降低女生的压力 女生说 从超市回来做了碗牛肉面吃 我们说你怎么知道我也喜欢吃 看看你做的 女生坚持了一下 不好看 但味道好 这个时候还是第一个细节啊 用幽默的方式直面问题 我们说 没关系啊 给你时间摆摆盘 过了会儿啊 女生发了一个照片 我们马上会 真乖 看你今天这么辛苦 可以奖励一下 那这个呢就是第二个细节了 当女生满足了我们的要求以后啊 就可以夸一夸她 因为女生天生就是喜欢甜言蜜语的嘛 这也会让两个人的关系更好 奖励也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让女生有了情绪 女生呢这里回了一个表情 说傻想了呀 有点好奇 我们说 哈哈别太好奇 万一失望了 我会很尴尬 这就是第三个细节 不要马上终结好奇心 我们需要延续这个情绪 这是心理学当中的延迟满足感 女生回了 哈哈给点小提示 我们说下次见面不就知道了 聊天的目的一定是为了见面啊 趁着有好奇心 为下次见面买一个小伏笔 女生回了 你这是掉足了胃口啊 太坏了 兄弟们 重点来了 这里我让兄弟先不要回了 过了一会儿再说 那之后呢 女生就开始消息轰炸了啊 还说了一句 你不说我就打游戏去了 这个时候呢 大熊慌了 他问我 到底是什么奖励啊 我告诉他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继续回 你先别慌了 可能我把气氛搞得太神秘了 主要是觉得我们之前的聊天太无聊了 怕你会腻 女生回了 你有什么想法 我们说 哈哈与其每天打卡聊天 不如每天分享彼此的生活 这就是第四个细节 也是这期分享最重要的啊 敢于打破僵局 合理的提出我们的需求 原因还是我经常说的那句话 好的感情是双向奔赴的 真心才能获得真爱 女生回了一个委屈的表情 我昨天失眠了 半夜醒了 睡不着 这里回复其实很没有逻辑性 但女生天生就不是理性的 和男生的理性思维为主导不一样 但是可以确定一点 就是女生接受了我们提出的需求 分享出了自己的生活 问回 那今天就早点睡觉 明天打扮得美美的一起约会 这里啊 就是第五个细节了 敢于主动切断聊天 这会让你们的关系得到延续 而且更加容易让女生主动找你 女生这里却回到 都怪你现在都不困了 你要陪我打一会儿游戏 看到没有 女生的情绪已经完全被我们给调动起来了 而且呢 主动邀请大兄弟一起打游戏 这放到以前啊 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后面呢 这个兄弟和女生一起打游戏去了 我告诉大兄弟 打游戏的时候啊 不要计较输赢 聊聊日常 把第二天见面的时间确定好就够了 关键点并不在游戏 而在陪伴 就和一开始说的奖励一样 女生并不会因为你要给他什么而跟你见面 只不过因为这个约会的人是你 前不久呢 这个兄弟也顺利脱单了 上面分享了五个细节 不知道你记住了没有 你知道其中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吗 最后还是那句话啊 感情没有捷径 我分享的内容呢 只是为了让大家学会高情商的表达 好的感情一定是双向奔赴的 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 也可以来找我聊一聊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细续上让他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相亲了 回方们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呢 就添加我的微信 cxs5388 我帮助你 如果有信价创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结尾 结果的最新联系放手 拜拜